我推荐的下一组登台挑战的选手 请注意我给他们的定义是 跳绳潮人 跳绳潮人 把跳绳和时尚结合起来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不普通的人呢 掌声有请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上海跃动花式跳绳队 两位主持人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好 我是来自上海跃动花式跳绳队的 跳绳教练 我叫李悦 你好 上海跃动花式跳绳队 对吧 对 对 对 因为之前来这个黄金舞台挑战的 跳绳达人很多 但你说自称跳绳潮人 怎么能够体现出时尚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好 有请我的队员上台 都是帅哥 好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一个 长绳 交互绳的 因为平时可能大家看短绳比较多 对 给我们解释一下 交互绳的概念是 交互绳它是两根绳交替来摇绳 大家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就是平时我们可能是一根绳 对 两根绳就叫交互绳 但是这个呢我们是把花样跳绳 加入了很多花式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两根绳交替摇绳 所以叫交互绳 对 这更难一点 对 可以在里面做很多很多的动作 可以结合舞蹈 体操 武术各种元素 接下来可以让我们音乐老师放个音乐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个 我们加了花样动作的一个展演 好 来 三 二 一 加入街舞的元素 这是有难度 它本身有舞姿 但是呢它还要控制节奏 很自如啊 眼花缭乱啊 很帅很帅 掌声鼓励 下一位 本身这种两骨绳难度就大啊 他们应该是这种跳绳的舞者啊 跳绳和跳舞同步 yeah 酷 我觉得这样吧 因为刚才大家只看到我们的长绳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呢 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的种类的 跳绳呢它有正规的比赛的 而且中国的速度是很厉害的 那刚好我们团队有一位成员 他的速度也很厉害 那接下来也可以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们跳绳的速度 我们中国的速度 OK 来 掌声有请 而且大家看细节啊 他用的跳绳的绳跟 对 我们建构的不一样哦 专业比赛的速度绳 对对对对 这是专业比赛的速度 对 它很细 对 刚刚撕的绳 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数一下你能不能使得到我们 这是中国速度啊 帅 帅 帅 厉害 厉害 我们刚刚那个是一个速度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一个花样 对 它还可以做很多的花样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单纯的速度的 我们还有花样的 全能选手啊 对 刚刚是一个放绳 是缠绕的动作啊 四摇 现在是跳四摇啊 四摇啊 对 哇 感觉像是孙悟空也会跳绳啊 跳绳的是孙悟空 哇 哇 又还有 还有点戏剧攻击 这真是好伸手啊 我只想问一下 大哥 屁股疼吗 快点 我有个提议 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说好不好 让我们两个主持人来试一试 好不好 杨帆来试试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试哪个呀 我们来试一个长绳的 试试一个长绳的可以 对对对 能让我们玩单鼓吗 杨帆来代表 杨帆来代表 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越越越试了 杨帆来代表 杨帆来代表 有感觉有感觉 哇 女生们先生们 欢迎来自央视的杨帆 欢迎来自央视的杨帆 我们 全可以听 鼓道不会银 你是要把自己 我们来表演很成功我觉得 很成功 对 是表演的绑架嘛 对 你成功把自己绑起来 来 第二段 我们只能可以再试试 各位先生 好 跳 跳 二 三 四 五 七 下 就是停不下来啊 来 掌声送给杨帆啊 很好他锻炼 这就是为什么 每期节目的主持费用 他比我高250的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 比你瘦的原因 对 其实说到瘦呢 我们的跳神运动呢 他是其实是很锻炼我们身体的 因为刚刚我们主持人 应该有自己尝试的 应该知道 我们一直在跳的 其实他对我们身体的锻炼 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 而且特别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叫交互神 对对对 其实交互神现在国际上是很流行的 对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交互神不同国家 玩起来有不同的特点 对 因为现在有正规的世界比赛也有的 那像比如说欧美的选手 他们的身体素数很棒 他们可以做很多的力量啊 一些空翻体操的动作 但是像我们亚洲 比如说我们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 我们那是加很多技巧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有街舞啊 还有自己国家的元素 像我们中国我们可以加武术 可以加很多其他的自己的文化在里面 非常有创意 而且很酷 对对对对对 你们团队对年龄有要求吗 因为我看都是大概二十岁左右 因为其实可能大家对跳绳 有很多的误区 所以我们跳绳 它是一个很简便异性的运动 我们在跳绳圈有个口号叫做 下到刚会走 上到九十九 你都可以学来跳绳 因为我们最小接触的 有两岁多小朋友开始学跳绳 然后我接触的有一个老师 他自己在广场跳绳操 有七十多岁 他现在还是在带一群人 回去去健身 这个口号很喜欢 下到刚会走 上到九十九 都能跳绳 好的 期待着你们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世纪四总会发光 请转身 请登台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光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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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光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加油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光